二更食堂致歉,2015年5月,二更创始人定峰,合并了李明创办的深夜食堂,并将后者改名为二更食堂,主打女性内容,号称人温度的自媒体。 经过三年发展,目前,二更集团旗下的二更传媒比借力气包括二更视频、二更食堂、更城市、更娱乐、摩尔摩尔时尚、范英馆的40多个内容品牌矩阵,拍摄视频作品5000多部,作品被全球300多亿人测观看,视频日播放量达6000万次。 4月18日,二更传媒完成第三轮融资,融资金额达1.2亿人民币,半轮融资牛熊牛资本和亏颜资本编合里头,前海母基金跟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